我們全部都站很近 然後阿肯 再近一點 可以再近一點 還有這個臉貼臉 face to face的這種感覺喔 好啦 那個火藥我已經完全的賣點出來了 那現場給你們用來 畫面我等了十點 炸爐跟發炉這種東西 是 要沒有多道德 要沒有底下的人才可以做 但是 你要被抓到的話 是最有滋味的 最後就是其實我也是 全集上面是領基礎的 但是我不認為我會打輸動為什麼 我有一個小禮物 想要送給這次全賽的總部 有時候喜歡這件衣服 那我們台下的美女朋友 我們也可以補作一下這個畫面 知名實況主播Toys劉偉健 與前東架港商中培生 自2015年爆出合約糾紛後 兩人將於7月5日 在台北小巨蛋舉辦的K全上拳擊賽 希望能讓多年糾葛畫下句點 雙方在記者會時就散發濃濃火藥味 Toys炮轟中培生是副四代 33歲沒成就只想紅 並指稱中培生至今四場全賽勝利 都是演戲或跟零基礎的人對打 他終究是個敗家屬 那他家的上市公司在去年9月的時候 也被停牌了 所以沒有可能他家的所有家產 在他這一代是會被帶紅的 所以呢大家可以說幫我拍一些 因為他這個狀況其實也 蠻糟糕的啦 那其實他的改變呢 我是看得見的 就是 他最近因為家裡的公司 可能非同牌之後 他學會了節儉的 他學會了省錢的 就是竟然旅人啊 也跟爸爸同一個 這個是我佩服的 那麼最後就是 其實我也是 全集上面是領基礎的 但是我無人回來了 我會叫屬中培生 中培生也不甘示弱回嗆 嫁賭 販毒的事情 是沒道德的人才做得出來的 周圍曾經是我 非常好的一個夥伴 非常好的一個建議 但是他為了第一 觸犯我們這個關係 炸毒跟犯毒這個東西 是 要沒有多道德 要沒有以下的人才可以做 但是你要被抓到的話 是最有智慧的 但是打拳的就不一樣 打拳的所有人 都是可以一直嘗試的 所以我很希望 托惠在所有發展的負責任 機場所有投胎 跑得很好 我覺得很快有機會 給你再試一次 謝謝 最後是簡單回應一句 裝備生意可以只贏過我的 就是我投胎而已 而近期持續 與托惠系列交火的 網紅館長陳之翰 也以總顧問身份參與 選舉賽事 TWIS還意有所指的 送給館長一份禮物 並拉著對方到媒體 鏡頭前合影 我一個小禮物想要送給這次 全賽的總部 因為他也辛苦了 就是負責訓練這些選手 我覺得也需要一些禮物了 只見黑色T-shirt寫著 斗大的戰組二字 館長曾在直播中 自稱加入過竹聯邦戰組 在過去幾次與TWIS銷售中 不斷在直播中被對方提到嘲諷 這次TWIS更活力全開送上禮物 讓館長不得不在記者會上拿著合影 不少觀看直播的網友 也發現館長臉色大變場面尷尬 而先前中培生在個人影片中 表示自己的全球高達港幣八位數 刷新了大中華區的全球紀錄引起熱議 面對記者提問 主班單位凱瑞行銷的執行長 顏宥謙 除了證實中培生的出場費 高達1000萬港幣一事 也進一步指稱該比全球 將由贊助商全額支付 TWIS則是不方便公開確切數字 但會用區塊鏈智能合約支付TWIS的全球 第3組 CNB4 CNB5 CNB5 CNB6 CNB6 CNB5